各位學員大家好 今天我是慶芳 今天真的很開心能夠在這邊 跟大家分享我的上榜心得 還有一路的心路里程 我是心理系畢業的 其實就是我沒有收過 任何關於考試的科目 像是普化、普生、有機這類的科目 所以對我來講 這個考試其實就很像從零開始這樣 所以我在這邊要特別分享給跟我一樣 有類似背景的人 一開始就是我準備這個考試的時候 我剛來上課的時候 我覺得看到那些書 我其實覺得很痛苦 因為它對我來講就很像有字簽書 尤其是像化學 雖然我高中是念自然主 可是這麼久了 其實也都忘得差不多了 然後還好我覺得就是來這邊 跟著一步一步跟著老師學習啊 我覺得對我幫助非常的大 那我覺得整個考試過程中呢 最困難的呢 並不是這些課業的困難 而是你要怎麼如何去調適你自己 還有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礙啊 或是心理的壓力等等 嗯...我覺得 因為這個大家都知道 其實後中考試的這個課程 其實真的是有一定的難度 那我也一度也覺得說 這麼難喔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得到 那我就覺得說其實 嗯...每個人都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然後...因為你的成立呢 其實都比你想像的還要更大 所以...嗯...當... 之前我自己做不下去的時候 我都會鼓勵自己 就是...嗯... 就也許我只是... 嗯...有點累了 或是我需要休息 但是我相信我可以做到 然後...嗯...我就會很認真的 再去把我不會的東西 再很清楚 就是去問老師 或是把它弄懂這樣 那...嗯... 我...我覺得啊 就是考試呢 就考試的部分 就是...嗯...考試前 心態上的準備是 嗯...你要心情要懂得 嗯...放鬆 當然我知道考試前的壓力很大 其實要放鬆 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可是...過度的緊張呢 就是反而會讓你的實力會下降 嗯...然後你考試的時候啊 就算你前一課沒有考好 那...你還是要堅持到 最後一課考完 才能真的放鬆 那...我在這邊要分享就是... 接下來...就是我要分享的是 我...準備各課的心得 那...在這邊我特別推薦就是黃標老師 嗯...就是...我以前也沒有修過生物嘛 然後...我覺得老師上課呢 非常的清楚 然後...我只要按照他的講義啊 就是一步一步的跟著 嗯...我就會...就...我就覺得... 就概念就會很清晰 會很明...明...明了 嗯...而且像我是一個... 基本上我是一個不太會做筆記的人 然後...老師的講義呢 就是...基本上有...就是整理的 其實也滿像筆記了 然後...很清楚 所以我...就算...像我這種不會做筆記的人 我也只要讀老師的講義就OK了 然後...而且老師上課速度就是... 不會太快或太慢 所以...你可以就是...嗯...就是跟著老師的... 不掉...就可以...很容易明白 然後...我覺得生物這一課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記得要做...做題目 嗯...因為讀課本跟...就是實際作答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做題目可以幫助你就是... 更...知道自己有哪裡還沒有備手 還有哪裡沒有弄 懂 那我覺得黃標老師的題哭班對我幫助就...也是很搭 因為...嗯... 我...一開始...就是...其實有時候會覺得自己好像讀會了 然後...可是...寫題目很挫折 那...我有時候我也不懂就是...我的問題點到在哪裡 然後...來上題哭班之後...就是老師呢...會... 帶著我們一步一步的...就是...一題一題做 然後...我就會知道說...哦...原來老師的解題技巧是在這裡 那...我就會...很認真地把它記下 然後...題哭班也都會先發題本回家...先寫 然後...寫完之後...嗯... 我就會...因為...其實一開始真的都錯滿多的...然後...我會一題一題的把它弄懂 然後...再來就是...有機的部分...嗯...因為...我說過我是... 唸心理系...然後...沒有什麼有機的基礎啊... 對啊...剛開始對我來講...那個... 那個...烏龜殼...我真的... 蛤...非常...一看到就覺得非常的頭痛... 然後...我一路就是都跟著... 有方式老師學習...然後...我覺得... 然後...我覺得...老師上課就是... 老師會用一些很明白易懂的...呃...比喻... 然後...你就可以知道... 哦...原來有機其實...沒有...就是... 並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那麼... 酷造乏微或是那麼陌生... 然後...我就...就是... 而且...我非常非常推薦老師的講義...還有像... 口袋書...就是...口袋書之類的... 就是...嗯...老師...整理得非常非常精簡... 然後...你...就是...你可以照著老師的... 講義...然後...多複習幾次... 嗯...我覺得...對後中考試來說... 就已經非常非常足夠了... 然後...老師也會分享很多很多...就是...解題技巧... 我覺得...解題技巧在考試上...非常非常受用... 因為...考試的時候...你會緊張嘛...然後... 嗯...題目...又...比較多... 然後...按照老師的技巧... 有時候很快就...一題很快就可以寫完... 就是...不會發生那種... 嗯...考試寫不完題目的狀況... 那...嗯...老師非常好的是... 因為老師都會...在下課後留下來讓大家問問題... 那...我每次都會把... 我不會的問題...就是...拿來跟老師討論... 然後...嗯...老師都也會針對...就是...我自己不會的部分... 然後...特別跟我講解... 那...我覺得這部分...對於...像我這種...就是... 有機...沒有什麼基礎的人...來說... 真的是...幫助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嗯...再來就是... 就是...題目...老師給的題目...一定要...一定要寫完... 尤其是考古題...不管你是考中醫... 或是...西醫...就是... 後中後期的題目...都要...寫完... 然後...最好...可以多寫幾遍... 然後...像我自己都會發現說... 其實會錯的題目就是...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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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種... 那...你就一定要把它弄回... 然後...考試的時候...才不會再犯一樣的錯誤... 再來呢...就是...關於... 英文的部分... 就...我自己來說的話... 我英文...文法在以前高中... 算是...底子打得還不錯... 那...我比較弱的部分呢...是...呃...單字的部分... 然後...老師有發一個很厚的那個字跟詞點... 那...我在準備考試的過程中...呃... 上半年我有滿認真的在背那本詞點... 然後...之後老師有...有上那個格陵法則... 然後...那本...那本...那本...我也有很認真的背過... 那...我覺得...今年... 今年考試我的單字的部分... 做的題數就明顯比去年少很多... 嗯...然後...我也有參加老師的那個... 就是...題庫班... 那...題庫班的話...老師大部分都是上那個... 就是...閱讀的部分... 因為...像今年...後中考試我覺得... 呃...尤其像中國一它的... 閱讀部分就...比較...偏難一點... 然後...呃...在...題庫班的時候... 老師會...一個一個句子帶著大家去讀文章... 然後...並且教導大家...要怎麼快速的...去...在... 就是...明白文章在寫什麼...然後...找到問題的答案... 就是...我覺得老師分享的技巧...就是... 也幫助我能夠...比較快的...寫完題目... 不然其實那個文章...有時候滿大篇的... 然後...單自己如果有...剛好有看不懂的... 就是...作答就會影響到這樣... 然後...呃...在這裡啊...我真的也... 就是...非常非常感謝...就是...高人補習班... 因為...呃...這是一個...非常有人情味的補習班... 然後...我在考試的過程中... 其實也曾經遇到很多很多的挫折... 然後...也曾經很懷疑自己能不能做得到... 那...這個補習班...就是...很多...就是...櫃檯的姐姐們都會... 呃...就是...會給我很多很多的鼓勵這樣... 然後...就是老話一句...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覺得考試啊...最重要的就是...其實它是在比... 哪個人自己的...呃...心理素質...還有你的耐力...就是... 呃...有時候你可能會覺得很無力...很累... 做不下去...或是覺得很挫折... 那...就像我自己...也曾經經歷過...就是... 有時候擦乾淚水...然後呢...又繼續往前站... 就是...只要你方向對了...然後... 努力的做之後...一天你一定會做得到... 那...這就是我的...呃...心路歷程...和大家分享... 那...也祝福大家都能...順利的金棒提名... 感謝大家...